韓國瑜又在開玩笑了啦 我在想 我理解他的好意啦 韓國瑜的意思是希望降低選舉緊張的氣氛 所以他故意製造一些歡樂的議題 讓整個緊張的氛圍 讓整個對立可以消滅掉 那這個好意我理解 而且韓國瑜一向就是喜歡跟朋友們開玩笑 所以他會開這個玩笑 我覺得是很好啦 恰到好處 韓國瑜這招你覺得是絕招還是是毒招 其實不絕也不毒啦 因為他的利益良善 他只是想降低緊張跟對立 而且這麼說其實也無傷大雅 即便在我們現實世界中 那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已經結婚32年 而且我們夫妻很恩愛 而且昨天第一個告知我的是我太太 我太太她覺得完全玩笑話很好玩 但是你太太有覺得威脅到嗎 完全沒有 我知道我太太獨信佛法 過去我曾經犯過一個錯 那她當時也很大氣的 原諒了我 那我太太知道 在我心目當中 我太太永遠是最漂亮的 即便說天下美女那麼多 那我太太也真的是漂亮 相信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太太 這怎麼看 因為高嘉瑜委員早上也幫您反達 說你是最專精的人 那後面要補槍說你喜歡的人也很多 對啊 因為學生時代嘛 你總是會有喜歡 被心儀的人 比方說像林青霞 比方說像我對我太太 所以 這總是會有啦 但是我高嘉瑜也是一向 他講話都是大辣辣的嘛 那他也是利益良善 他出發點 因為他也一直把我當成是好朋友 這一點我很感謝 你覺得接下來選戰會是 紳士跟淑女的對決 一定是的啦 因為 我雖然是野獸 但是我是作風溫和的野獸 所以是野獸中的聲勢啦 那 那我相信 劉淑慧也是一位淑女 因為 即便在議會這麼多年後 他很強勢的問政風格 可是我也有看到他很溫和 很講道理的一面 比方說在預算大家協商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是各方面都會 會顧全整個市政大局 所以是一個 我覺得 可以 讓我很尊敬的對手 因為你怎麼看 因為那個國民黨傳出有另外一個人選 是曾經呆過 這棟議會大樓的帥哥 但是劉淑慧早上說 他心目中的老帥哥只有你 我不敢說帥啦 然後那個我絕對不敢 也謝謝 有數會對我的稱讚 那